高雄市長陳其邁抱著在地生產 石斑魚驕傲的大聲宣布 高雄水產進軍加拿大市場 20噸的我們的高雄海味的 不美價廉的海產 準備要前進美家的市場 一箱箱水產品塞滿貨櫃 將要前進溫哥華 市府梅河漁會跟養殖業者 推出共同品牌高雄海味 第一波共五家業者二十項產品 包括從點料開始 切塊打漿製作的花枝丸燈排 油炸後金黃酥脆 還有在地特產龍虎石斑 清洗切片後的純肉排 真空技術保鮮送出國 以及子官漁會最出名的 物魚籽跟各色海鮮 這次都會送到加拿大 豐貴到溫哥華 這次共二十噸 在十月還會有十噸 前往美家市場 預估未來的年效益 達兩億三千萬元 雖然台灣不是穆斯林的國家 但穆斯林其實在全世界 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那高雄市府就是很有遠見 他等於帶領我們高雄的廠商 可以先拿這一張入門票 更有業者一條龍 拿到清真正正 打算在美加市場外 也進攻穆斯林市場 養殖業者和愉快合作共創的品牌 讓世界各地都可以 嘗到高雄水產新鮮味 三十元桌上 古不鮮SNG小組高雄報導